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 由新北市编制的全国首套越南语影音教材 在新北市国际教育资讯网就能线上面费看 新北市教育局今天公布总共12册的越南语影音学习教材 由教学经验丰富的陈黄凤老师真人发音学生跟读 再搭配生动字卡插图动画提升学习兴趣 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黄敬怡在记者会上颁发感谢状给美商摩根大通集团 感谢他们赞助制作影音学习教材经费 美商摩根大通集团营运长汪惠玲说 希望新住民孩子抓紧优势能拥有第二外语能力很棒 黄敬怡说 新北市的新住民人口数近10万人 新住民子女就读国中小则高达三万三千多人 教育局在十年前首创新住民文教辅导科 以辅导新住民子女提升优势为核心价值 汇编多元文化教材 培训母语师资 办理东南亚语文竞赛 及新住民二代培利昂扬计划等 均为全国创举 而这套越南语线上影音教材则又迈向另一个里程碑 平鼎国小的越南新住民妈妈阮美会说 孩子上课后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沟通 还会主动请问老师词汇再回家和母亲对话 她非常的开心感动 希望学校能持续开课 越南语老师吴淑贤也表示 感谢所有编辑团队 有这套教材 让教学更顺利 使学生学好越南语 日后成为台越沟通桥梁 想 请请见连结 新北市国际教育资讯网